听的是G7的外长公报 现在是狠批中俄吗 我们来看到的 这是外交部长的会议报告 发表的公报 这是台湾参与世卫组织WHO论坛 以及世卫大会WHA 并且提到了两岸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接受了英国的金融时报专访时强调 美国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 任何人企图以武力破坏现状 都是严重错误 七大公益国组织G7和欧盟结束了 在伦敦的外长会议并发表公报 罕见的强调支持台湾 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论坛 以及世界卫生大会WHA 国际社会应该从所有伙伴的专业中会议 包括台湾在对抗新弯疫情的杰出贡献 这是G7首次针对WHO议题表态挺台 同时也提到了两岸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反对任何可能加剧紧张破坏区域稳定 和国际法治秩序的单方面行动 并表达对区域内军事化 胁迫与恐吓行动的严重关切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 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强调 美国致力于确保台湾 拥有自我防卫的能力 包括美英法德 意大利 日本 加拿大等七国外长 五月三号到五号在伦敦集会 这也是外长两年来首次面对面会议 讨论重心放在大陆的相关议题 包括人群记录 南海军事活动等等 六月十一号到十三号将在英国康瓦尔 举行G7领袖高峰会 记者最后报道 另外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否出现了变化呢 主管印太事务的官员突口而出 强调模糊的政策才能够保台 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教授最新分析 在这个房间里面 这个热线就是红色电话 在那个地方响了几个小时 那到底是谁打给谁 那由坎贝尔讲出来来说的话 那相当明显的就是美国打给大陆 大陆不接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情势就非常的危机 紧急电话 热线电话 那么管控危机的电话都不接 那已经到了非常的临战的边缘 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时代 因此坎贝尔他在回应 有关于这个清晰战略跟模糊战略 其实这个不是国民党的国会助理 他所创出来的 是在美国已经讨论了相当的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美国他到底要选择清晰战略 这个所谓的清晰战略是对台的清晰战略 还是要维持他现在的模糊战略 对于美国来讲他们认为 时机到了应该要好好的来谈这个问题了 要摊牌了 要选择清晰还是选择模糊 选边站了 要选边那我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我们先讲一下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就是维持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模糊战略 模糊战略也就是不表明态度 我会介入那我也不表明态度 我不会介入 所以模模糊糊的模您两可 但是这个有缺点 这个有缺点 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说 我先讲另外一个 那他的对立面就是清晰战略 那些清晰战略如果一旦清晰了 那也就是说美国对于台海之间 如果发生战事 那美国如果他今天说 我采用清晰战略 他只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就是我介入 我一定出兵介入 这就是清晰战略 我绝对会介入 那如果说美国在还没有发生危机之前 他已经通告全世界 说台海如果一旦发生武装冲突 也就是非和平手段的方法 来要进行了这种统一 我美国绝对会军事力量介入 这样的情形 您想想看这叫做直接介入了 那介入的时候 他就必须在之前的话 他必须要跟台湾签订 军事同盟条约 一定要跟台湾签军事同盟条约 这个道理很明白 他就必须要承认中华民国 一旦承认中华民国 他一定 中国大陆一定会跟他断交 那也就是完全脱钩了 那完全脱钩了 美国跟中国大陆断交了 完全脱钩 然后美国跟中华民国建交了 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中国大陆绝对会打台湾 美国也很清楚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 大陆一定会打 因为美国的这个力量 在整个东海地区 在西太平洋这个地区 美国的力量 他很难跟中国大陆交战 那如果这个战争扩大到日本 到菲律宾 甚至到大陆的本土的时候 大陆也绝对会攻击 美国的本土 菲律宾跟日本的本土 那周边地区都卷入这个战火 这个不敢想象 所以基辛吉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是世界末日